7月16日下午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委会联盟第10届松竹美奖学金 及第2届高校联盟助学金新闻发布会在尔湾市的Ibis Space举行 本届活动由高校联盟 高校联盟教育基金会主办 华中科技大学南加州校会 山东大学南加州校会 复旦大学大洛杉矶地区校会与武汉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共同承办 高校联盟会长 组委会主席孙舒婷 高校联盟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组委会执行主席刘丽莎 华中科技大学南加州校会理事吴时亮 山东大学南加州校会会长刘国云 复旦大学大洛杉矶地区校友会会长庄超 武汉大学南加州校会会长郑亚兰 高校联盟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朱晨迪 钻石 赞助商 飞达学院创办人 校长 卫星等出席发布会 刘丽莎主持了会议 孙舒婷会长 代表组委会介绍了今年活动的概况 和总体准备工作情况 项目得到了高校联盟校友们和爱心企业的响应 与慷慨赞助 募集的资金超越了预期 迄今为止呢 我们的宋中美奖学金与高校联盟助学金已经成为 南加地区非常富有影响力 也是覆盖范围最广的奖学金项目之一了 我们是覆盖整个是一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包括 以及包括今年秋季入学的大一新生 我们的这个奖助学金项目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华儿代 然后助力他们的成长与成才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呢 能够积极有效的回馈社会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华儿代更上一层 更进一步 今年呢 我们受到非常多的这个支持跟赞助 特别是我们高校联盟助学金这次是第二届 那么这次呢 我们扩大了规模 从去年五个获奖学生到今年八个获奖学生 所以在这个规模上我们有所增加 我们所有的这个申请人的资格 还有这个整个过程 还有评审 在我们高校联盟的公众号上都有发出 作为南加州地区覆盖范围最广 最富有影响力 历史悠久的奖学金项目之一 松竹美奖学金诚恳欢迎各位优秀的华人学子踊跃申请 高校联盟助学金仅限2023秋季入学大学新生 具体要求可以登陆高校联盟网站查询 奖助学金的获奖名单将于8月6日公布 并将于8月13日下午2点举行颁奖典礼 申请截止日期为2023年7月22日 华夏电台记者 尔湾市采访报道